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爸爸每天都带我坐牢去上学 你平时是不是很喜欢跟爸爸一起玩呀 我爸爸会在那里玩一个山木头人 那你喜不喜欢BRT车呢 嗯 喜欢 那你以后还会继续坐吗 会 而且老师说过车太多会有污染 所以我们要多乘坐公交车 三年前 甘穹大学毕业 还出来着梦想 只剩一人来到了这个房轩的大城市 希望可以在这里扎根 成家立业 实现自己的理想 负担过 委屈过 但是 有阳光 只有希望 三年过去了 还是继续寻找着家的另一半 只是无论多晚 只要在站台里等车 总会感到安心 无论多累 只要坐上回家的BRT 就不枉负重前行 自从退休之后 杀时间没了世伪就很不习惯了 总不能够叫我个女儿 妈 我先走 你先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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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到有一天 舊工友叫我去喝茶 喝完茶之后 老李就带我坐一趟BRT 哇 原来坐BRT这么方便 以后呢 我每天去神运之后 坐BRT去市场买菜 那间市场的菜很新鲜 很漂亮 我孙女很喜欢吃 有了BRT之后 去哪里都很方便 我终于有自己的生活了 我孙女很妹 他们都可以有美食 我孙女很默 我孙女很顾峰 我孙女很新鲜 我们都可以在这裡 感谢观看